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掀起幽默风趣的概讨 幽默风趣从何来 问世间情为何物 知交人生死相许 问世间幽默为何物 知交人趋之若悟 在不少人心目中 幽默高深莫测 是一种神秘的艺术 一般人都很难驾驭它 其实幽默风趣它并不神秘 它是人老的产物 人们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作品 所以它是一个创造品 当你不如幽默的王国 当你不如幽默的万花筒 它的载体是什么呢 美术 戏剧 音乐 舞蹈 杂技 马戏 以及幽默的语言文字 其艺术形式 比如有文学幽默 政治幽默 社会幽默 商业幽默 校园幽默 军旅幽默等等 还可以有很多具体形式 比如漫画 讽刺诗 俏皮画 景剧 仪式 笑话 电视小品 相声 评书 喜剧 皮尔戏 幽默摄影等等 还有你的视觉 听觉 感觉的幽默 幽默风趣怎么来的 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地下冒出来的 不是人 人类 盘古王开天地 那就都有 不是的 幽默这两个字是个博来品 它是个博来品 纯 纯属 音艺 纯属 音艺 它的原意是什么呢 潮湿 雨天多了 潮湿 它的原意是潮湿 体液 因为身体上很多液嘛 身体体液嘛 一般讲 体液四种体液 血液 粘液 胆质 黑胆质 体液是喜剧性的因素 林玉堂先生第一个把幽默 作为一种美学的概念提出来的人 林玉堂先生 他就是第一个将哲学的外来语 后面翻译成幽默 1924年5月 他在《陈报》复刊上发表文章 第一次做出了幽默的翻译 虽然是因仪 但是取义精妙 意为极尽无声 对此翻译 鲁迅先生是摇过头的 不赞成的 鲁迅先生对翻译成幽默 他是不赞成的 鲁迅先生摇过头 他认为翻译成幽默一词 很容易被人误解为 静默 幽静 鲁迅先生甚至认为 中国压根就没有幽默 大师陈旺道 他认为幽默 他以为什么呢 翻译过来不是翻译成幽默 翻译成油滑 一胚鸡 翻译成什么呢 老子式的 自骂 很有智慧的骂 老子式的自骂 唐同后先生 他翻译成什么呢 贤木 木归音的木 贤木 无论如何 还是大家认为 宁与唐先生翻译的幽默一词 被通用 被接受 并获得了举世的优选 幽默风趣不是什么 有人认为 幽默风趣就是讲讲笑话 引人大笑 有人认为 是一种自然的表现的 机制 诙谐的能力 这些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们认为不完全正确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幽默不是笑话 不是机制 也更不是笑笑而已 幽默不是理智 太理智了 太规范了 不好幽默 就像我前面讲的 训练伟人 一大大 二大大 一大大 二大大 怎么幽默 太讲规范不好幽默 太理性不好幽默 所以 我跟你们讲 老师讲幽默 这个课是不好讲的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幽默 每个人都用幽默 就像画画一样 画大家熟悉的麻不好画 画魔鬼好画 大家没见过魔鬼 耳朵长在臀部上 这本身就是魔鬼 耳朵能长在臀部上吗 大家一看这个麻怎么这样 太熟悉了 所以幽默 它不能是太理性的 不能是太一般一乡的 一般一乡有什么梦 风什么趣 有的东西看起来很怪异 很荒诞 它的确幽默 幽默风趣不是纯粹的娱乐 不是油腔滑掉 不是插昏打歌 不是贫嘴弄射 不是滑众俱从 不是滴滴趣味 不是说一些黄段子 你可以是讽刺 但是不能太挖苦 就是幽默风趣的讽刺 也要看对象看场合 所以幽默风趣它不是什么 幽默风趣是什么呢 幽默风趣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有很多回答 但是人们都不满意 你说幽默风趣是什么 不满意 幽默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也是一个诗分可思争议啊 因此英国的幽默大师 戏剧大师 语言大师 肖伯纳曾经说过 幽默的定义是不能吓的 谁给幽默下定义 这本身就是一个发笑的事 肖伯纳是这样说的 用我们的话来说 试图给幽默下定义 这本身就是一种幽默 这本身就是一种玩笑 幽默最大的特性是引人发笑 所以有一本书叫 幽默于人生 这本书的作者叫特鲁 特鲁在幽默界的地位很高的 他认为幽默是一种特性 是一种引人发笑的喜悦 取悦于人 以愉悦的方式 愉人的特性 所以有人讲 幽默是什么 打个问号吧 这个问号是永远的拉不直的 一个弯曲的东西 永远的拉不直的问号 那幽默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争论的焦点在哪里 争论的焦点在于 幽默究竟是痛苦还是快乐 是纯粹的情绪作用 还是全然理智 1901年 英国哲学家 说力 曾经这样谈到幽默 他说几乎 语言中几乎没有一个词汇 比这个人人都熟悉的词 更难下定义 让我们看看古人们 伟人们 他们是怎么给幽默下的定义 比如古希腊有个医学家 他是给这样下的定义 他幽默是治疗疾病的调节方法 黑格尔 他说幽默是什么呢 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基础 康德认为 幽默是理性的 妙于解析 薄熙来的析 妙于解析 李克西怎么说 幽默的根本 是人性的善良的一面 弗洛伊德怎么说 最幽默的人 是最适应的人 肖伯拉怎么说 幽默的定义是不能瞎的 撒斯比亚怎么说 幽默和风趣 是智慧的闪现 还是回到林玉堂先生来讲吧 林玉堂不是翻译的幽默吗 林玉堂认为 幽默是人生 幽默的人生是真实的 宽容的 同情的人生观 幽默绝不是专门挑剔人家 专门说俏皮 稀落 挖苦 刻薄的话 林玉堂先生还说什么呢 幽默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对他神秘一点吧 别说穿纳为妙 就是我们说的 花要半开 就要为罪 就让他有一层 薄薄的面纱吧 幽默这个东西 懂的人一读就懂 一听就懂 不懂的人 打他一摆下手摆心 他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 是什么东西 林玉堂先生说 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人家的情绪 像老痒痒 林玉堂说 幽默是笑中带泪 静中带笑 不管哪一种地义 朋友们 我认为幽默风趣 关键在于两个字 再浓缩到一个字 幽默风趣 关键在两个字 哪两个字 有趣 再浓缩到一个字 去 刚才讲的 郭德纲 他的东西 草根 像神 草根 他关键抓住这个字 去 有趣 所以恩格斯说过 幽默 是具有智慧 教养和道德上 优越感的表现 现代人说 幽默 是人类面对 共同生活的困境 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明 一种文化 我们今天起义 不是搞起义文化吗 应该把幽默风趣 这种文化搞出来 朋友们 幽默风趣的说法 还有很多很多 我很快地说一些东西吧 比如 有人讲 幽默是灵魂的禁制 是人格的窗口 是人生最好的解读剂 幽默是一种态度 一种观念 一种眼光 一种情绪 一种情感 一种个性 一种特性 一种状态 一种心情 一种能力 一种水平 一种方法 一种技巧 一种力量 一种文化 一种艺术 一种木 魅力 一种层次 一种味道 一种修养 一种内在的境界 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 朋友们 幽默的定义太多太多 说得太多 我对有几个比较欣赏 比如 1991年 我写了一本幽默的小册子 91年的时候 我就把幽默定义在什么 我说幽默是一种解脱 你幽默都解了 就脱了嘛 放松了嘛 我还在我的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说了一句什么呢 幽默是一种礼品 我最后是这样说的 我说朋友们 不要忘记把幽默风趣 这种高档次的礼品 馈赠他人 从广义上讲 幽默风趣是一种人生态度 根本说来是一种心态 好了 朋友们 幽默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 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因为对幽默下定义 是很难的 它本身就是一种幽默 什么叫幽默 给幽默下个定义吧 这就是幽默 幽默 几乎就像马克思说的抽象劳动一样 马克思形容抽象劳动怎么形容的 犹如幽灵魔鬼一般 这个幽默也如幽灵魔鬼一般 很难把握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特性来把握幽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秀企业家课堂 幽默有哪些特性呢 第一 自然天成 叫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幽默的表达贵在自然 某些著作痕迹过重的幽默 虽然也能激起人们的兴奋 但是这种所谓的幽默 给人留下的感觉 绝不是这么好的 人们会认为这种装模作样的幽默 不过是华重取种 当然我有准备的幽默也可以 但更重要的是自然天成 我在央视二频道 今晚这个栏目做了两期 我和高博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 近距离的聊天 当时谈情商 谈完了 聊完了 结束的时候 高博冷不冷地 问了我一句话 有没有准备的 他那个不是想讲课 我一讲稿 那个没有讲稿的 就这样子 随意的 高博就问了我一句话 曾教授 你的智商情商怎么样 因为当时我一上场 我就测试了高博的智商情商商 我带了个板去 上面智商情商的板 我一带去 高博就说 曾教授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礼物啊 我说我是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今天都落停流感了 一鸭呀鸭呀 我就测试了智商情商 弄了几个题一测试 打多少分 我说给你打150分的智商 140分就是高智商了 就是天才了 我给他打了150分 后来测试 情商 我又给他打了100分 哦 他拿加起来就是250分哦 我说对对对 加起来250分 好 我给他测试了 结束的时候 他冷不丁丁地问了我一句话 曾教授 你给我测试了智商情商了 那我要问问你 你的智商情商 你自己打多少分 你自己多高 这个问题是个难题 没有准备 我要说我自己智商太高 情商太高 可能吗 我本身智商情商都不太高的 你要说我自己智商情商不高 我这个电视上也不好说 难题进退两完的 我当时 我当时马上就回答了一句 我说我的智商情商贫贫 他怎么呢 我说我不叫郑国平吗 郑国平就是贫贫嘛 我就是没有准备下 情况下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一般讲 很多幽默风趣 他要求自然 灵机移动 临场发挥 自然 他与快捷 与蹊跷相连 第二 幽默的一个特性 叫做儿童天性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儿童的天真随处可见 孩子的真诚的幽默 混然天真 全无造作姿态 我们完全可以得到启发 比如 有一家人准备到城里面去住 找房子 住房子 全家三口 夫妻二人 和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 愿意出租房子的主人 于是敲门 于是敲 小心地问 我们一家三口 有租到您的房子的荣幸吗 房东一看三个 先生 女士 小孩 房东说 很遗憾 实在对不起 我不想租给有孩子的住户 夫妻一听 很失望 带着孩子无赖地离开 那个五岁的小孩 从头到尾全部看在眼里 走了几步 他一个人回去了 折回去 敲房东的大门 房东开门了 五岁的小孩 非常精神地 精神抖走地说 老大爷 我来住房子 我没有孩子 我只有两个老人 房东听了个高声大笑 哈哈哈哈 一笑过后 把房子租给他了 这个小孩 他没心机的 没有蒙虐的 但这个话 出自于一个五岁小孩之口 自然天性 自然可信 可信可赖 而且蕴含了幽默 气象的聪明才智 所以幽默有时候 又是同心的 在强大的理性社会里 不仅仅是成人的同心比泯灭 就是我们现在不少儿童都有成人化的趋势 成人的同心泯灭了 儿童的同心有一个泯灭的趋势 所以我们呼唤 所以我们呼唤 同心常在 在一个幼儿园 老师对幼儿园小朋友说 谁杀一次尿在床上就发款一元 杀两次尿发款三元 三次五元 大家听明白了吗 小朋友说 明白了 有个小孩举手了 老师 一次两次三次都有发款的数量 我包月 多少钱 包月 儿童有他特有的幼稚的心理方式 来认识世界 来解释世界 知觉不知觉地陷入了幽默的情景之中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幽默风趣技巧 真是要向小孩学几招的 第三 不协调性 有些影视丑心 五官和身材都不太协调 但是一出来就让你想象 就一种幽默的效果表现出来 所以你看马戏团的小丑 还有些相声演员 两个搭档 一个高 一个矮 一个胖 一个瘦 一个金 一个杀 一个豆 一个鹏 从而产生一种不协调的幽默 产生一种美感 著名的幽默大师 罗曼霍兰德认为 幽默最大的特点 就在于它的不协调性 矛盾是一种典型的不协调 有时候矛盾能产生幽默 奇异是一种不协调 有时候奇异的产生一种幽默 辛奇意外可以表达 可以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幽默 倍感突兀 幽默由此产生 失败是一种不协调 有时候失败也可以产生幽默 有一位泽人说得好啊 幽默是自我满足时的微笑 人们欣赏别人的失败 特别是欣赏你憎恨的人的失败的时候 总是一种快感 一种满足感 会产生一种幽默 反常不协调 这个是什么反常啊 不协调 反常不协调 产生幽默 人类的思维一般是横定一贯的 如果不守常规 一味反常 就会产生不协调感 阿凡提是幽默智慧的象征 化身 阿凡提和国王有犯对话 是这样的 国王对阿凡提说了 阿凡提 要是在你的面前 一边是金钱 一边是正义 你选择哪样呢 国王就问 阿凡提好不犹豫说 我愿意选择金钱 你怎么了 阿凡提 要是我呀 我一定选择正义 我绝不选择金钱 金钱有什么稀罕 正义可是不容易找到的 国王大声训斥阿凡提 我的陛下 谁缺什么 谁就想要什么 你拥有的金钱很多 但你缺什么 你是知道的 不协调产生一种幽默 实际上是先不协调 而后还是要协调的 先不协调 一个高的一个矮谈出来 说相声 看起来不协调 但是他们一说 浑然天真 配合得非常好 协调 先不协调再协调 第四 开放性 或者叫做无限性 对幽默不能限制 你多说一句话 少说一句话 不能画框框 就如同我们不能 对艺术家限制一样 幽默是开放的 艺术是开放的 甚至它是世界文明的 共同的成果 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朋友们 幽默是一种世界性的共同语言 世界性的文化 比如 有趣性 就是说幽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趣 只要有趣 任何有声的 无声的举动 语言 或者视觉表达 都可以产生幽默的效果 我国有个大学文家 大家听说过这个人 梁启超 他是一个演讲家 大演讲家 也是个幽默大师 有一次他在东南大学演讲的时候 给学员讲到 做学问 也要有趣 我们经常讲 做学问 很枯燥的 其实做学问也要有趣 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完全应该写得非常有趣的 马克思资本论 你仔细去读一下 有趣的 马克思借用描写金钱那段 有10%的金钱怎么样 有30%的金钱怎么样 百分之百的金钱怎么样 百分之300的金钱 为了他去冒险 上断头台搅手架 他语言非常美妙的 马克思描写 一个老板 资本家 和个雇佣工人的一段 也是很精彩的 语言非常优美 不发隐含的幽默 他说 在人才市场上 在劳动力市场上 资本家和雇佣劳动 是平等的 资本家和雇佣劳动 都是平等的 但是 当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力 买去过后就不懂了 马克思怎么形容的 一个走在前面 一个跟在后面 一个昂首提供 一个微微缩缩在后面 像巴拉皮一样 让人家来饶 做学问也是可以幽默的 梁启超讲的 做学问也可以有趣 梁启超怎么说 他说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 倘若用化学来划分 梁启超这件东西 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元素 叫趣味的东西抽出来 只怕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了 他说 凡人都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 生活才有价值 梁启超的言言中还说什么呢 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应该有趣 我只嫌24点钟不能扩展到48点钟 不够我想用 我一脸到头不肯歇息 问我忙些什么 忙的是我的趣味 我认为这边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 梁启超还说 凡书趣味 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 那什么叫趣味呢 梁启超是这样解释的 下了注脚 他说 凡一件事做下去 不会生出与趣味相反的结果 这件事便可以说为趣味的主体 朋友们 梁启超认为 凡趣味都是自己领略 自己未曾领略到的 别人没法只告诉你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有趣的东西衍生就是喜欢性 有趣才喜欢 老百姓为什么对喜剧相声 小平情有独钟 就在于乐趣过后 有一种喜悦感 恭喜 获喜 同喜 福喜 老百姓总是喜欢有喜事的东西 喜事连连 喜气洋洋 欢天喜地 于是一些有喜剧心的 小平 艺术行事 应运而生 著名的导演 冯小刚 他的家方一方 是他第一部货税喜剧片 大获成功 然后一发不可受使 他就是老百姓的喜剧的审美观 得到一种 补偿 由于给人们带来乐趣喜 人们对幽默就爱 就关爱 就喜爱 就心爱 就爱不射手 就不愿意放松 幽默风趣的第六个特点 可笑信 幽默风趣通常和笑 联系在一起 喜科夫说 不懂得开玩笑的人 是没有希望的人 他们就是聪明绝顶 也算不上真正的智慧 我们休息一下 再继续 谢谢大家 接近圈